大家好 我叫邵哲君 地鐵駕駛員 除了開地鐵 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燒菜 今天給大家帶來一道糖醋味的絲瓜荷包蛋 非常簡單 我們用到的是油絲瓜 炒的時候不容易發黑 去皮切滾刀塊 加少許鹽 抓一抓 讓絲瓜出水 保持翠綠的顏色 接著調個糖醋汁 用白砂糖 白醋 生抽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煎荷包蛋 荷包蛋用來做菜的話 最好煎得老一點 剪成小塊 這樣便於入味 鍋裡留一點底油 爆香蒜末 鍋裡留一點底油 爆香蒜末 糖醋汁 翻炒均勻出鍋 趁著絲瓜還沒下事 快抓住夏天的尾巴做起來吧 鍋裡想書 可否 以北斗 也要留下